哈囉老公不要看 總冠軍戰的對戰終於出爐 Michael Jordan非常鮮亮的Logoman 終於要在今天截標 到底會是多少 承接上一集 接下來 冬七七還有Tayton的卡價 到底會如何 然後被淘汰的那幾位 現在卡價又是怎樣 還有我們接下來要繼續預測 讓我們直接猜到最後好嗎 哈囉各位卡迷們 真的到了這個總冠軍戰 今年是格外的興奮 也讓我體驗到不一樣的感覺 格外的興奮是因為全部都是新面孔 這對於在卡式上面 真的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卡價上面的這種波動 也是前所未有的 我們先恭喜這位得主 這個很厲害 在這一開始的時候 就馬上猜到這個4比1 這個小牛贏灰狼 當然這邊我也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大家一定都知道我支持誰 我看完這整個Timberwood的比賽 真的跟以前看比賽真的不一樣 以前看Ross 以前看Celtics 完完全全 你只是輸了一個球 看看比賽就好了 但是現在 如果你輸了一個球 打開那個社群軟體 打開那個YouTube 演算法給你推出來的東西 都是你支持的隊輸球啊 這個真的是難過想哭 不知道各位這個其他的14隊隊伍 支持別的隊伍 也是跟我一樣 這群軟體怎麼樣 讓你跟你感受支持的球隊 共生死的那種感覺 唉 真的 演算法真的是讓我們 又愛又怕 因求為大家開心 訴求 I Instagram不敢打開 這個YouTube不敢打開 下面的留言板也是互相的這個 非常的有情緒哦 所以大家還是要保持理智 我們回到數字 Jason Hatton在贏下了這個總冠軍賽以後 他的這個Prison Silver 還無法去破到一千 Luca Dantage稍微有Reach到這個 兩千左右 但是賣壓馬上出來 因為我那時候就說兩千就是一個 非常大的關鍵 現在不管是在這個Ebay 或者是Instagram上面 一千九的這個賣壓是已經出現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觀察一下 到底能不能未來可以站穩兩千 那這個真的是要代表說在冠軍賽的時候 他是否能表現說接下來我的兩三年 都會是我的這個Prime的時代 所以這個真的是要讓大家去感受他比賽的這個 超巨表現才有機會 而且在季後賽以後是否能夠繼續保持這個兩千 撐住這兩千的賣壓 真的是可以值得我們觀察 我們繼續觀察這個SGA SGA在之前馬上輸球的時候 大概在五百五左右 最近又回到了六百 嗯 沒錯 你沒聽錯 然後Anthony Edwards 在輸球的時候 之前要灌破到一千 現在還佔到一千四一千五 那我非常懷疑一千五這個這個價錢 其實在我之前有觀察 不管是在Patrick Mahomes 市的NFL的這個王朝的表現 他在這個得到冠軍的時候 反而沒有那麼高 因為整個賣壓整個出來後面的幾個月以後 反而supply裡面讓他們慢慢穩定的 一千到一千一左右 反而在得到冠軍的時候 可能是九百一千一 所以這個發覺非常的特別 SGA大家都會覺得說 嗯 今年真的也是一個完美的豐收 訴求當下不開心 欸 賣掉 但是後來這個大家理性的考量 嗯 明年他可能還是MVP的候選人 在賣家不會想要賣那麼多的時候 賣的人開始慢慢的收 相信Anthony Edwards的收藏家也是這個樣子 22歲能夠打到西爵 你不會想要多收幾張 嘿 以保以後跟盧卡在22歲 西爵被淘汰的那個感覺 一模一樣嗎 但是這個在看到哈利波特的部分 欸 好像就沒有這麼的強 以前還有400多塊 現在往300那邊探底 欸 大家應該就看得懂我們在說的東西 東區他的比賽的強度 跟西區就是不一樣 欸 西區是盧卡神仙球 Earvis神仙球 怎麼樣守都守不住 西區的強度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哇 每一場都想看 欸 我都有看到真的 光直播的數字真的是兩倍哦 看西區的人是高於東區 兩倍的收視率 現在就會讓大家去慢慢理解 卡價還有收視率 還有這個比賽的強度 都是有相關性的 分享完這個SILVER的這個震盪以後 我們就直接回到這個總冠軍了 總冠軍戰TATAN對上東七七 到底會是怎麼樣子 我會送出一張東七七的卡片 要預測的是 到底誰贏得總冠軍之外 最後一場比賽 他的得分加總是多少 因為我發覺有很多的這個 呃 網友們都在下面留言的時候 到了最後一場比賽 比完了以後還幫我再繼續留言 我覺得嗯 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不如留言到最後 這個猜分猜分真的很難猜 第一個你要猜誰是總冠軍 第二個最後一場比賽的分數 加總 嘿 夠難了吧 好 大家就發揮你們這個 預測神的能力 今天週末的重頭戲 就是Michael Jordan的Logoman 等了30多天 這個Golding的Elite 最後的一天也不過才150萬 最後最後直接慢慢追趕 感覺是兩個富豪 一個標就是一個寶石節 最後是290萬節標 他有兩個里程碑 一個是好的 一個是贏了Lebron James的Logoman 3Logoman 第二個好像是輸給東七七的RC Logoman 好 當然這個東西不太一樣 不能拿這個RC跟有4張Logoman的MJ來比 畢竟RC National Treasure的RC 東七七只有那麼一張 那沒有再跟大家多說的 其實是MJ的Logoman 簽名只有4張 就這個高人指點以後 全部都是這個橫板 而且還有一張從未亮相 總共就是4張Logoman加簽名 沒想到除了上一次的這個巫師隊的20萬美金後 今天結了296萬美金 這個可能比預期的稍微低一點點 原來Lebron LBJ跟MJ的距離這麼這麼的近 好 不要再嘴了 真的 今年的卡式還是比較不景氣 所以這個價錢應該就是在這個景氣當下 所呈現出來的數字 不知道大家上次網友預估的是否正確呢 好像死了一片 代表說現在如果你對於這個卡片 如果有信心的話 然後剛好又透過剛剛所介紹的世代交替 你可以盡量的趕快買一些卡片 因為說不定將來5年6年之後 這個稱霸NBA的這些 Tayton,Anthony Edwards,Luca Dantich,Halliburton 都可能是其中的選擇 You never know 老婆不要看 我們下次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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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